哈囉各位 homie們 我是Howard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今天要帶各位 homie們一起去流浪 去衝浪 去台中唯一的衝浪熱點 宋伯港 宋伯港原名 傳偷譜 因為大安喜流域兩堂 長滿了茂盛的那個宋伯林 所以後來大家把它稱為宋伯港 宋伯港同時又被稱為 衝浪初心者的那個天堂 怎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它的沙灘平坦 同時它的潛灘流域比較廣 不容易踩空 所以在那邊練習的時候滿安心的 然後它的距離又在台中 又不會很遠 但是呢 它並不是一個正規的風景規劃區域 所以它沒有救生圈啊 救生員啊 來的後遺門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為它還是有一定的發生意外的風險 但為了避免這樣意外的風險呢 我們上網搜尋了 找到一家當地的衝浪店 它叫做61社 他們有在辦了 也就是半日的衝浪體驗 它有提供教練 幫我們上海上的基礎安全的課程 衝浪的基本動作 也提供救生衣啊 然後防磨衣啊 等等的器材 就話就不多說了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去衝浪 我實在蠻開心的 跟隨我的鏡頭吧 出發囉 Let's go 我們準備出發囉 我們已經到達衝浪店了 待會要準備換衣服下水了 待會就帶大家去看看 松波港到底長什麼樣子吧 其實你本來也不知道這邊有海邊的嗎 今天知道了 今天終於知道了 有很感動嗎 不是西邊的 沒有 每一個都是肚子肥的跟什麼樣子 我沒有 衝浪肥肚子 要拍肚子 要拍肚子 現在好嗎 對 很厲害 好 滿滿的海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啊啊啊啊 什麼感想 哈哈哈哈 吃 難怪玩滑板的時候就瘦了 對啊 超好體力 餓球餓了 餓了 可是剛剛差點把我的球拍到吐出來的 哈哈哈哈 哦 真的好累啊 但是如果是坐在上面這樣浪跳的感覺 那不是站不起來 我也是站不起來 心魔要不做 啊 手都在抖了 那不是站不起來 也有人帶小朋友來這裡玩沙 所以這個地方滿適合親子一起來 玩水的 哇 哇 你也太大瓶了 太好賣了 哈哈哈哈 教練你們這邊有什麼服務 這邊啊 欸 服務嗎 對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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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重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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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找兩位教練 小豪跟Mani教練 指明他們沒有打折 你今天什麼問題是 就一次而已 只有一次 一次到底 後面都一直失敗嗎 對 後面 第一次上去的時候 哇 站穩 站得很穩 然後摔過一次狗吃死之後 後面就會怕了 就站不起來了 整個那個會恐懼 這怎麼樣 不錯啊 蠻好玩的啊 還有什麼 心得嘛 除了好玩之外 就應該下次還會來玩吧 對啊 真的可以來練體力啦 但是要變瘦一點的 不要拍肚子 最強衝浪手呢 沒有 還好 你今天成功很多次耶 我要低調 你要低調 所以你今天大概有自己算成功幾次嗎 差不多五六次而已 五六四而已 五六四 五六四新手叫鵝椅 鵝椅 對 為什麼要叫六十一 因為我們剛好在西濱外面嗎 對啊 所以我們想說 我們平常就是在西安沖嘛 我覺得六十一號這個公路 滿有代表性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欸 那我們店就直接取六十一號就好 對 對啊 我就想到 跟美國那種六六公路一樣 對啊 剛好我們衝浪 都有一個手勢嘛 對啊 所以也剛好是六 對啊 所以就直接取六十一號 對啊 對啊 歡迎喜歡海邊的朋友 想要踏踏浪 甚至想要衝浪 可以來到台中的松柏港 同時呢 如果想要學習 體驗 衝浪 甚至有自己的衝浪板 想要寄放 可以推薦大家來 六十一攝 我覺得這地方不錯 推薦給大家 OK 今天影片都到這邊了 各位掰掰 我們下班 今天我們 schaut去最邀好 五十兩 九十兩 一萬五十一 二萬五十四 五十三 二萬五十二